白色車輛後車廂 藏放了好幾箱毒品 先是以水果禮盒味裝 打開之後 裡頭又分裝成一袋袋 甲茶葉針鞍毒 警方巡線網上追 才發現涉入走私毒品案的 是前雲林縣議員顏旭茂 徵集案件是在一百一十年發生 地院指出延續貿伙同多人 組成販毒集團 先後提供高達千萬元的資金 透過通貨找漁船 作為境外運輸毒品的工具 船隻來到東沙島東南方 九十里處海域 接駁數百公斤的 安非他命運回臺灣 沒想到其中一部分毒品 在運輸過程中遭到 安檢索人員盤查 中有毒品的麻布袋掉落 才讓全案因此曝光 而剩餘的安非他命闖關 成功之後被分批運到彰化縣 分裝成袋 在新竹關係 再交給不祥人士 有數百公斤因此流入到市面上 至今還沒有查獲 預述的甲級安非達米毒品 總重量高達四百七十公斤 以被告計畫 以每公斤七十萬元出售計算 總金額可以達到 三億五千兩百五十元 而目前還有兩百七十公斤 的毒品未被查獲 延續貿身為民意代表 卻行不法之事 想從中取得非法利益 屏東地院審截之後 一審判處他無期徒刑 全案還可以再上訴 華視新聞新聞 我們很小心休閒熊屏東報道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